冠军40万美金,亚军20万美金的总决赛开始啊 谁拿40万美金就看这一个抢三局了,当前是总决赛 大家好,这里是红龙哥游戏之后,现在比赛开始了,抢三 卡克是从败者祖打上来的,败者祖冠军 他想要拿总冠军,他要赢两个抢三 要击败鹿鸟两次抢三 鹿鸟只要赢一个抢三,那就是总冠军了 所以说,想现在想要赢下鹿鸟真的是非常难 理论上他们赢,当然只是理论上 鹿鸟上来就给他来个下方位,轻松拿捏了 OK,那这个比赛已经开始了 鹿鸟的局点灯,进防之后想确返 好,下中角绿冲确认 这个推板进角落里又要开始第二次选择体 我去,最两脚踢得这么精准 这个岔鸟还没打到,被对方阙板 好,鹿鸟的斗气还是非常丰富 卡库鸟的运致力也是非常的强大 不然的话也不能躲到冬军赛啊 老头这个跳牙被对方进防 好,连上了三起超绿杀,弄鸟的血量被对方反超 不过没关系啊,鹿鸟手上还有一个C的机会 要不要凹一个C呢 哦,进防,没有斗气了,歪了 如果在JP面前,啊,吃完了 圣龙堵,堵了个地魔 双方胳膊亮一灯,啊 导播刚才切换啊,拓鱼了,导播以为打完了 鹿鸟上来就是一个三起 真的疼 顶级高手这个意识真的没得输啊,反应超快啊 一有机会就上打招 来,看一下卡库鸟再次发动了自己的强力的天之流打法 又是一个疯吧,费给他 想现在铁了心就是不要,不要,让肯有太多贴身压制他的机会啊 鹿鸟的斗气也被消耗的很多了 那现在对方再次消耗他的斗气 好,绿冲破了,绿冲头破了攻发,绿冲再打 那现在鹿鸟先开张了,高超跌起,那现在来看一下 这一批开始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卡库鸟现在其实也很放红了,他已经输过一次了 输了,那就输了,赢了算,算自己更进一步,输了那也没啥 乌鸟的体力已经被消耗到,只剩下一点点的体力了,这边不倒一千的体力还能坚持多久呢?没了 哎呦呦呦呦,进攻 连续投了,连投了,罗普投 鹿鸟起身,缺乏一颜色龙,好,六成鸭 对方金房带着来打一打,屁抗 哦 不要拉开距离啊,鹿鸟,起身啊 贼客不敢轻易跳,在这批面前这个距离跳是一个送死的行为 对方下中拳,叛逆的发生超快的 坏了,坏了,卡库鸟手上还有三颗气呢 完了 一平了 还有点血 鹿鸟还有一个飞的机会 帮他自己的血了 没斗气,帮不住了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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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方要打一个抢战局 鹿鸟赢一个抢战,他就拿下最后的冬冠军 但是卡库鸟要赢两个抢战 击败他两次啊,才能拿到一个最后的冬冠军 卡库鸟现在这个JP 进攻欲望真的真的好强烈 他想把鹿鸟压满边 好,进防再投 又是个皮康 好 绿虫最佳 压起真了 开始了 前鸟 绿虫头 另后面的 库斯来做一个牵制 绿虫直接投到了 那 鹿鸟被给方拿下一灯 这一灯如果再输的话 想就有机会了 说实话 忍不住 要挑战一下 好了,来看一下卡库鸟 卡库鸟连续被对方压制住两次 进攻 那现在卡库鸟的血量 已经损失过半了 嘿 现在要趁他病他病啊 疯狂进攻 对方进防 反投 扔进角落里 再拿蹦趴 中鸟用进防来防止对方的谱发 好 中鸟 用进防 中鸟取消 不动 那来看看 跳入 对方再进防 怎么办 进防 进防 进防破 洞怕 第2次进防破洞怕了 哇 神龙带 谘起 可以 陈娘dr ' 给我们 表演了一场 什么叫즈准轰计算 是啊 我必須要做得到 這個角色很不錯 我兩位角色很不錯 對,我們也有好處的 對,我們也有好處的 對,我們也有好處 嘩 嘩 嘩 來吧 嘩 這個小中間打空 又是個爆發 歪了 哎 沒連上 巨人 巨人 沒連上 六秒現在沒露氣 還能堅持隊友 六秒 挑壓 你像 挖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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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們繼續來看比賽 來 這卡卡霄 對戰 怒鳥 得 可以 這個分法直接解決了怒鳥的鬥氣 沒有鬥氣的可以 确实面对这批牛底器 马里 虎鸟被盖了一灯 现在等于是日本小的赛点灯 金融防再打一大批抗 鹿鸟这里被对撤 双方真的一个打F局吗 卡库鲁现在越打越放松啊 鹿鸟现在被打的斗气都没有了 朋友们好 头破攻发 怎么办 怎么办后面还有空刺 现在鹿鸟上三七里冲 鹿鸟 还不行还不过 卡库鲁要带走 鹿鸟了 双方也打的F局了 哎呦我去 完了鹿鸟 鹿鸟板头 啊赢了 哎哎 太刺激了吧兄弟们 上方来到了费鸟灯 卡库 卡库现在也很紧张 但是他现在又抢到先手的机会了 在打枪这先制 鹿鸟 怎么来破解这一方这个 轰刺第四 全队用绿冲透波 对方金房 鹿鸟抢头 转着这一方的反应也非常快的 第一时间解头了 李虫又被破 卡库这个对战 这一刻越来越 越准了 鹿鸟进房 再进房 跳牙还是不行 鹿鸟现在起立的笑话 非常最大 卡库再进房 完了鹿鸟 没了 他现在来到了董决赛了 再一个抢三 关系的谁拿三十万美金 败者拿二十万美金 沙特石油杯 七八六董决赛冠军战开始了 左边日本的祥 右边是 阿联酋的鹿鸟 鹿鸟用的是肯 翔用的是老头GP 在他们两个在 第一轮是 翔被鹿鸟抢头了 但是翔被第二轮副除了 现在是他们第三轮比赛 这场比赛关系的谁赢了 谁拿三十万美金 拿到冠军 谁输了谁是亚军 二十万美金 好了 现在肯德学量消耗巨大 对于怒鸟来说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完了 想越打手越顺了 怒鸟 这里 感觉这个 镜头 有点弱了 但是怒鸟 毕竟是刚刚拿过一为一世纪冠军的 能从七千多人里面脱颖而出 拿到世界冠军 你要说他没有技术 那是可能的吧 对不对 来看一下 这种抢三的局 卡扣现在进入了 连续两次世界级打赛的锻炼 确实成长了很多 如果说以前他是白银级别 那他现在就是 黄金级别的 缺手了 好 这个力回 确实比较给力了 好 绿冲被波动破掉 好 用脑要点他上路了嘛 对方 好 抢了一个头技 这里 带着压制 能否成功 带入三七超比炸 好 这个插合的下中鸟 又被地方扔脚落里了 那现在 这波消耗是非常大的 这波消耗 非常的大呀 毕竟是三七超大比较 他现在没有资源 进一房 这鸟的压力 应该说 要比翔 要大了 他的两条命优势已经 没有了 毕竟双方都从同一条起保鞋 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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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没有压制住 你快打快砸法 在这腿不好使了 你发现翔的防守真的相当到位啊 各种金房 几乎是百分之百 完全不虚似的鸟 你看又是个金房 大皮康 带走了 哎我的天哪 现在鹿鸟就是要先把对方许亮给他打下来 哎不好 完了完了完了三气了三气了 三气带上去鹿鸟就没了 那现在等于是日本翔拿到了赛点 不会上演复活 夺冠的大喜马吧 谁赢了谁40万美金 谁输了谁20万美金 来看鹿鸟的最后的机会 一块压快 赌他 对面又是个金房反投扔进脚落里 开始打牵制 你金房 刚才的插盒又没打出来 那现在弄鸟的血量占一个威力的优势 脑头利用自己超常的下中鸟 来偷袭偷到了就绿冲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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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拐贝怎么这么快啊 弄的优势又不见了 这套主要夹击 这套主要夹击 你金房我就抓 我哪天哪 难道说真的要上演大逆转 卡克如现在也很紧张 卡克如现在其实也很紧张 弄鸟起身 这次堵了一根 叶子圣龙缺反 好 前冲 圣龙带了三气 现在就像桌子不犯了 虚弱了没有斗气了 好 稳住怒鸟 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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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龙尾角又打空了 现在是翔的带点 蹦发 背防 好 绿虫在车车去中 对方费金房 大屁坑 三气满了 三气满了 要连吗 没连上 还有70秒 用点发气跳牙 但是这个跳牙没有成功 再跳牙 好 双破头出招 你跳 我再显动拳 鹿鸟 只需要一个 完了 卡扣肉 大地转夺冠 虚弱美机 日本卡扣肉 拿到了 鹿鸟 被对方复仇 对 恭喜 卡扣肉 日本香 拿到了 第一届 石油杯 G86的 董冠军 啊 哇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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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